解放本人 熱血沸騰 大家好 我是Einsting鞋店的北編阿東 因為運動鞋的種類不一樣的時候 炫頭的設定其實不管是長度或是寬度 它也會有不同的設定 譬如說這兩雙鞋一樣都是九碼半 但是從外觀上看就很明顯看得出來 足球鞋的這雙鞋子它比較短比較窄 那籃球鞋它比較寬比較長 那因為足球鞋對於踢球的時候 擊球的動作它需要腳跟鞋面很完整的貼合 不能有錯位的空間 但是籃球鞋更多是跳躍 它需要垂直然後跟腳掌的保護 所以從鞋墊上來看 也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一樣的九碼半 鞋墊的長度就是 很巨大的差別 因此如果說在選鞋墊的時候 你說我平常穿九碼半 但是實際上很難說剛剛好 就是去符合到你這雙鞋子的長度 雖然說它標示是27.5cm 一樣也是標示在27.5cm 正常來說就是為了讓腳掌長27.5公分的人 去穿這雙鞋 但是如果你透過實際測量 這雙足球鞋的鞋墊長度 卻不足27.5cm 它其實實際上只有26.6公分 但是這雙籃球鞋卻是28.5公分 然後中間又有分成 日規的放碼規則跟美規的放碼規則 日規在放鞋碼的時候 它一個半碼就是5mm 可是美規在放碼的時候 一個半碼是4.2mm 所以就算是一開始一樣的EOS9碼 但是隨著它一開始設定的放碼規則不同 你只要跳過5個全碼之後 長度落差就已經達到8mm 這樣來說其實鞋碼大部分都是用來參考的 不是實際說我的腳掌多少 我就依照鞋碼去挑選我需要的鞋子 所以雖然實際上的號數跟碼數都一樣 但是即使是不同品牌之間 一樣的足球鞋 同碼數同號數 你穿起來的感覺跟長度 還是都會設定上不一樣 籃球鞋也是一樣 籃球鞋更多在於寬度 有些它的寬度 或是說內襯泡棉 它做的比較厚的時候 雖然說會比較包覆 但是它或許也會擠壓到一點鞋內的空間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在做鞋楦的時候 鞋楦做這雙鞋 它放到鞋子裡 其實鞋楦本身 還包含鞋墊的容積在裡面 所以這雙楦頭實際上的維度 其實還要扣掉鞋墊的厚度 所以每一雙籃球鞋 還是要依據它的鞋型 它的內襯 還有包括它的設計 就算是頭碼數 也還是必須試穿 會比較倒顯一點